你好先生 请问可以采访吗 请问可以采访吗 采访什么 挑战好100个帅哥吃饭 今天来到的是春夕路 你好先生 请问可以采访吗 好 谢谢 你好 请问可以采访吗 不可以 好 谢谢 你好先生 请问可以采访吗 好 谢谢 好的 接拍 每次来台谷里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脱狗 哈哈哈哈 你好先生 请问可以采访吗 好 谢谢 你好先生 请问可以采访吗 好 谢谢 今天周日的台谷里甩过的熊市了 你好先生 请问可以采访吗 请问可以采访吗 采访什么 请问有吃饭吗 现在是 如果没有吃饭的话 看可不可以考虑一起 是什么样的活动 就类似于探电的 美食探电的 你说的只要小 在那边探电的 对对对 差不多 对 那餐馆 如果你同意的话 在哪里啊 远不远 餐馆的话我们就在这个附近 或者你来推荐也行 好帅 身材好好用不用 好了 这个还在拍吗 这个怎么好拍的呢 不是成都的 那我们就说四川话吧 哦 我们各个成都话 好 有的 有的 这些是天真不乐 对的 气息好帅好开心 是哪一家吗 对对对 那味道比较清淡 四小子俩 是 海鲜门够 好吧 进店以后一直帮我们倒水 问我们有没有忌口 从头到尾都在表演节目 好吵 好 这个不就上班吗 还是 在这个六四川里面上班 工作室在里面 好多年啊 这个工作室 开了五年多 健身房吗 健身工作室 哦 你是老板 我和其他这个东西一起和我呢 这个行业待了多少年了 健身好的的话有十多年了 从学校一出来就是这个吗 没有 之前还是做过其他的一些工作的 现在这个是他方面 像那种工作室和工作室 和工作室为啥 工作室的话更加注重 KB的企业一些 一般健身房的话 可能更加注重小手 那相对来的话 工作室还成了一段 分了半脚第一些 所以说 我成为待在家的话 要第一些 就是更有喜一家对不对 工作室的话肯定是更有喜的 你现在也没有在健身房后再来过 我应该体能有15年了吧 忍不住的看他 这边要看12分钟了 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我姓孙 你呢 我姓邓 你好邓女士 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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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开吃 你也不要客气啊 怎么样味道 不要咸 不麻不辣不咸 但是很咸 如果从一个简身小北道 这个体力的话要多久 你要看他自己的一个出勤频率 然后以及饮食控制还有休息的情况 这是一个中和性的判断 如果说 比如说一周两三次 两三次的话有点 可能稍微久一点点 今天要大点 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 我之前不晓得我肌肉汉量很高 知道有一次主题次 健身教练说 你是不是运动人啊 我说我不是啊 他就说我肌肉汉量超标 然后第二次到医院里面体检 人家就是肌肉汉量超标 但是我很少运动啊 这很好说明整体的身体肚子的话 是比较良好的状态 跟脂肪也没关系啊 比如说性性脂肪 就是你目前看起来的话 好像稍微有点胖 随点胖 比如说有点脂肪精心 都是脂肪和脂肪酸 脂肪和脂肪酸 脂肪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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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肪 如果说是女性的话 37岁肯定是应该有了 我们现在应该流量直接下滑了已经 我们是17年级了吗 看老婆身材好吗 我老婆身材的话我觉得比较健康 这个回答 我觉得挺好的 我喜欢就可以了 好帅哦 满门答案 这件事好像卷不卷 特别卷 你看大家都在做小红书拍抖音的知道有多卷 你也做吗 我也有小红书啊 可以看一下吗 我觉得本人给优敏吃一些 谢谢啊 我会也帮我拍的 怎么样 对 然后我自己做后期 自己做后期 对啊 我比较擅长也比较喜欢这个 你是自己学的还是 自己学的 多比全甲桶的话 PSAI 然后P2会一些AE也会一些 真的假的 对 其实大学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主要是做个思想方面 然后有设计 你是体育专业的吗 不是 还是联系群体育专业 不是啊 我是自成农业大学的 然后是农学院的 研究的是农药 哈哈哈 一般人用农药的 专业堆口的工作是什么 一般人用农药 或者说一些药剂盐 研巴公司 或者说就是一些生产 一些企业 可以吗 可以 那你除了你刚说了一些娱乐方式 什么 其他的娱乐方式 全家出去旅游 旅游去哪个地方 最近刚去了珠海 珠海 对 海岛 珠海是个城市 在大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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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丢你了 哈哈哈哈 没事 没事 你们要去猜一下 刘教练的那个星座 射手 no 哈哈哈 双子 星座那个猜不出来吧 应该 猜得出来 他很相信 他很相信 猜得出来 那你也就方向错误了 哈哈哈哈 我感觉我要被分死马上 你刚刚所属还是嗨到天 你猜不出来行走 哈哈 那你现在怎么看 就是年轻 关于结婚生日的问题 哦 你说出生率下降 然后结婚推迟都什么 对吧 对 你怎么在围着 我觉得婚姻的话 前提是你能碰到那个人 而不是到了该有的年纪 干什么事情 啊 但我觉得 就延伸到一个问题 就是爱情 爱情对于我来说 爱情要收拾 有的话感 好 没对的话也行 就是 其实还是要遇到对着这个人 对吧 对对对 所谓的灵确污烂嘛 结婚肯定是要遇到你合适的人 才行 你如果是没遇到的话 你不能直接将就啊 我觉得也会 我想把分 走进去 才能有眼 小猫表较分 还有三十六分 还是直辈的 啊 对啊 其实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 生命的意门 对吧 所以说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都应该说要尊重 嗯 吃完饭到了 说再见的时候了 拜拜 拜拜 真的好帅哦 我实际日婚日语 Hello 伯伯 你说你上一次被骂上了吗 Who care 哦对了 我今天专门没有化妆 没有石头 因为我就是要这么 Who care 哈哈哈 他们怎么骂你的 哈哈哈 他们说我每周天 想让别的女人这么糊 哈哈哈 姐妹们 下一次只能抠的 我会帮你们吃福的 哈哈哈 不然我就开销好堆嘛 哈哈哈 哈哈哈